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彩华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会透过幼儿园 国小 国中 高中 大学等等不同的教育阶段 去体验与学习新的知识与能力 不过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难免会有犯错的时候 因此老师的引导与鼓励更显得重要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是如何在老师的身份中转念 用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 并有耐心的引导学生勇敢面对自己的错误 勇于认错的模范生 一天夜里 手机传来家长的照片和讯息 他的孩子小鱼 买了目前正夯的造型餐具 才刚带去学校就不见了 第二天 我问小鱼 有谁知道你有这种餐具呢 他说小鱼和小倩两个人知道 我把他们两位找来 跟他们说 小鱼的东西不见了 他很伤心 这时我看到小倩的眉头 皱了一下 但两个人都表示不知情 过了两节课 小鱼跑来告诉我 他的餐具找到了 就挂在他的椅背上 我单独找了小鱼来问 但是从他的神情 显然不知道这件事 于是我又找了小倩 小倩也说他不知道 当下 我希望小倩能感受到小鱼的心情 就跟小倩说 因为小鱼把你们当作他的好朋友 才会跟你们分享他有新餐具 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 小倩停顿了一下 就说餐具是他拿的 因为他很喜欢这组餐具 这下换我陷入两难了 因为小倩一向懂事乖巧 被全班选为模范生 而且今天中午 就要和校长一起合影了 该怎么办呢 取消他的模范生资格吗 哦不 这打击太大了 可能会造成他一辈子的阴影呢 瞬间 我竟然有个想法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如果能勇于面对错误 确实改过 这也是别人的模范呀 于是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小倩 原本一脸忧愁的她 突然又充满希望 她允诺 会主动跟爸妈说这件事 并讨论该怎么弥补 谈完后 小倩立刻就去找了小鱼 向她道歉 果真 小倩的爸爸晚上就打电话来 表示因为加班 才刚回到家 小倩就主动告诉她这件事 全家商量后 决定由爸爸代表来向老师 还有小鱼的爸妈道歉 小倩还写了卡片给小鱼 表示真心悔改 爸妈陪她一起把卡片写完 才去睡觉 这件事情就这样圆满的落幕 双方家长都很明理 孩子们也在过程中 学会如何处理危机 和面对自己的错误 身为老师 我觉得与其责骂她 还不如引导她用正确的态度 去面对自己的错误 相信这件事 应该会深刻的烙印在小倩的心中 让她学习到 只要勇于认错和改过 也能够成为别人的模范啊 世界上没有失穿失美的人生 当老师愿意用自己的大手 牵起学生的小手 引导学生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时 学生不仅会更无畏惧的 面对自己的错误 也会更勇敢的从事件中成长 我相信 师生关系 亲师关系 也会更加的信任与元龙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爱的天使 不论我们是哪一种的身份或职业 只要心中有爱的信念 我相信 我们所做的行动与决定 也会更加的有意义 最后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Love这首歌 一起感受生命的意义 也感受生命是如何在爱里面流动 优优独播剧场—— MING PAO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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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